大家不會碰到 我也直接超級我們進去一些 這樣子它也會不會碰到 那這樣子就可以畫出一個左右形的雙群線 這樣子的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昨天我們好像是介紹到 我來一個名字 冠蟲場跟中二蟲場 是嗎 好,來,方全請看這邊 嗯...這樣講 方全雙群線零點有一個 那邊零點有兩個對不對 我是不是講A跟A,不知道嗎 那方全兩個頂點之間的距離 這個線狀我們稱為雙群線的什麼 貫軸 這叫貫軸 貫穿頂點 就是說這個貫軸所在的直線 會貫穿頂點 聽懂我的意思嗎 它這一條貫軸線 它上面有五個非常重要的點 一個是它五個字 那個雙群線的 雙群線的兩個焦點 還有兩個頂點 還有它的對身中心 都會落在這條貫軸線上面 聽懂 那貫二軸 貫二軸是哪一條 就這一條 OK 好,那昨天講的貫軸跟貫二軸 那今天我們接著繼續講 我們看它的什麼東西 正交鞋場 那你就在你的獎益上 我幫你的零拿過來 正交鞋場是哪一條 隨便找兩點連起來 是個叫做玄對不對 那通過焦點的形 叫做交鞋 那如果通過交鞋 然後跟你的貫軸線 維持的這一條 來,這一條 你把它畫出來 來,這個叫P點 這個也叫Q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 這一條 這個是維持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正交鞋場 好,所以我們的正交鞋場 好,來,所以你知道通曲線的正交鞋場 跟坤的正交鞋場其實它是一樣的 來,正交鞋場就是這個PU線的長度 你知道它是多好 一樣是R A分之20 好,來,繼續把它寫上Q 這個證明的部分 我可以留給你自己來做嗎 等一下,我問一下 你會證這件事情嗎 你會證明這段長度 叫做RAM A分之2B 好 跟坤的方法一樣 你自己回去證明 你就去把P點跟Q點的都票找出來 然後就可以看出內容的長度 好,這個要自己證明 好,這個我就不講 好的 然後我好像有一個東西想要跟同學分享一下 來,同學昨天有個很重要的重點在哪 來,看這邊 同學中心到底點的一個距離 來,同學你知道這段距離是什麼嗎 你知道嗎 想畫,這段距離是誰 這段距離是不是叫做A 彎頭長的一半 好,我們可以拿到這段距離 告訴我這段長度是誰 這個是AR 那這段是誰 這段長度是不是B 可以 好,來,那這個部分呢 來,這個藍色的斜線這個部分 這段長度是誰 C 那在我們的封曲線裡面 C是最大的 C平方會哪個A平方加B平方 那其實你要了解 所以這一段這個C跟這個C是一樣 中心到一個焦點的距離 這一段跟這一段是一樣 聽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到學者,我記得 他以前好像有找過一種題目 他們的題目是怎麼出的 你旁邊寫一個小小的key 多少 小小的key 因為我這種空間很少 寫個小小key 放個key就好 小小的key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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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小小key 真的 他從一個小小key 就一個小小key 我講一個東西就好 呃,假設這個是他的一個接近線 來 他這裡有個放直線 OK 就這樣 好不好 然後這個是他的頂點 這個是A點 可以嗎 然後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假設這是一個中曲線的幼幻子 那如果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請問他的膠 會在哪 來,看見你們看得出來 就是說我記得好像有列印上一個題目 好,這是雙曲線的一個接近線 好,其實接近線有兩條塊的就好 這是他的右半 你知道在這個頂點的右邊 某個地方 一定會有中曲線的一個焦點 我覺得這個焦點要怎麼 你知道嗎 很簡單 從這個A點 往這個接近線 畫一條 垂直的線段 有沒有 好,這段長度 我來仔細看 這一段的長度 叫做誰 A 這一段的長度 叫做誰 B 所以這個長度 叫做誰 C 那你知道 這個長度 來,你看看 這個長度跟這個長度之外一樣 所以你只要找出一個圓過量 或者你拿出你的尺 把這段長度量出來之後 以我的大龍子為原型 然後以這段長度為端性怎麼樣 畫一口符就好 在這裡 對嘛 我沒有想錯嘛 他的F1 是應該落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這樣就跨過來 我的焦點在這裡 另外一個焦點在哪裡 另外一個焦點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轉過來 聽到嗎 另外就這樣 所以 之後我再講 行不行 那時候 都去見 那時候 我幫你 我說 老師你放得很久啊 我說 我說你不要去到 要算很久的題目喔 到處觀念了 對 有多處觀念 那時候裡面很多節目是你們看過 那才可怕 都出觀念 就是觀念 就是不太需要去算 就是觀念清楚就秒殺了你 好嗎 是一眼就看不出來的那種 沒有沒有 但我一眼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 就觀念清楚就沒問題 然後觀念不清楚就很慘 我要輸一眼 就觀念清楚就很不一樣 沒什麼計算歐盾 老師你遇上了人最好 最帥的 好 錯了 越來不及 這是我上面應該是怎樣 我今天那個午休 我有去看看望美歡樂師傅 真的喔 去哪裡啊 我去他家 他家就坐在那邊 他從半間 他現在應該磨半間 然後後面還要坐 好 感覺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陸 我按了電影沒有人離我 然後我在外面 很奇怪 直呼了 然後他就跑出來 而且他就上班次都沒有床 他在睡覺 他怎麼睡 他怎麼睡 基本上他下班次有床 你看到臉 他選這床不錯耶 他看起來真的是好像生病 對啊 病的人也不錯 他早上午餐都沒有吃 對啊 看了日曆的他就吃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吃了 不會啦 大概還好 大概還好 那個第一點 他說貫軸線與公二軸線 下為兩間近線之角平分線 這就要畫起來 我覺得貫軸線是哪一條 來這一條 這一條叫貫軸線 這不是貫軸 貫軸只是個線 貫軸線跟公二軸線 剛好是兩間近線的角平分線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一樣 基本上很容易理解 而且你看 這個是A 這個是B 這個是A 這個也是B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顯然是怎麼關係 全等嘛 所以這兩個角度一樣 你當然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 這兩個角度是不是也應該一樣 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兩個角度是B也一樣 你也應該可以接受嘛 所以說這角平分線 是非常合理的一些事情 那想到這個雙群線 來看看你看這邊 還有一些事情要提醒同學 而且這一條是從矩線的近近線 來這個近近線斜率是怎麼來的 R 這斜率啊 如果它的斜率叫做M1的話 來 教學 斜率怎麼算 縱軸X比什麼X 橫軸X的話 對不對 那縱軸X是誰 D 橫軸X是A 所以這一條它的斜率叫A分之1 對不對 A分之1是正的 所以這個斜率是正的 那同學這一條 這一條斜率如果叫M2 來 你知道它的斜率是誰 它斜率啊 你看縱軸X是不是V 橫軸X來注意喔 這個方向變成負了對不對 所以它會變成負了多少 A分之V 那這裡要提醒同學一件事情 來 同學你看喔 兩條間近線 它們的斜率 你有沒有注意到 剛好差一個負號 剛好差一個負號 也就是說這個叫重值1號 這一條如果斜率是2 這一條斜率又是多少 負2 他們剛好會猜一個負號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可以你想想看 什麼時候兩條間近線 會互相出一值 就是一條斜率哪個多少 1 一條斜率哪個多少 負1 斜率相成等於負1 這個時候 這兩條間近線就會出一值 而且你看嘛 斜率相成如果要等於負1的話 你告訴我A跟B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很長 這個時候 不然走的長度跟更多的走的長度 會剛好怎麼樣 這種重曲線要等重重曲線 以後我們會跟他們講 你聽懂 所以這個觀念 你應該慢慢的就把它接替起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看 這個範例1 我們下面的題目 來 我們來看我們下面的題目 螢幕不難 來 這個一題1 我們給它 比較給它幾個帳 這給它一個帳就好 這種題目沒什麼陷阱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它是跟你說 有一個重曲線 來 低頭頭一起看題目 它的兩個焦點 F跟F' 在這個重曲線上 有一個P點 P落在S上 P點到F' 其中一個焦點的距離是12 它的焦距 F'的長度 等於更好3倍的Pf 有一個角度叫60度 求A跟B是多少 這個題目你這樣做 來 會更危險 我們不用畫一個真實的重曲線 我們把關鍵的部分 然後描出來就可以 來 這是它的 欸 你的胸掌 胸掌 這是F 這是F 這個是F F跟F 它的兩個焦點 然後它被你說 雙群線上有1.5P 1.5P 這邊長 奇怪 這粉底顏色 有變成這種顏色 好奇怪 這外側上 有變成這種顏色 對啊 有變成這種顏色 這該不會是你那一首粉底的啊 好奇怪 來 我們看一下 題目說什麼 題目說 Pf' 限度的長度是12 好 這段長度是12 Pf的長度是誰 它沒有減齁 我們假設它叫做誰 X 然後它又說 兩個焦點之間的距離 等於根號三倍的Pf 所以這個焦距是根號三多塔 X 好 我們令這個Pf叫X 然後它又講一件事情 Fp'這個角度 來這個角度是幾度 6幅度 其實我們同學都受過訓練 你看到皮目出現這些條件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一個動作 想要趕快把它才算出來 XX 那你想想看 這個時候真的嗎 這個XX 這個靠三X 以致三邊的長度 裡面有位置數 它對應一個特別的角 這個時候解這個X 你大概這個長度比較長 叫做什麼地理 余旋 所以來 同學 你要不要用余旋地理 先幫我把X寫出來 余旋地理 Pf的60度 會等於 我幫你把余旋地理寫出來 Pf的60度 會等於 來 兩倍的夾邊成績 余旋地理 余旋不可以忘了 2乘比12 再乘比X 分之夾邊比10方合 12點方 加X點方 減掉 對邊是根號3X的完全一方 余旋地理我們很常用 來 幫我算一下 這個Pf也算出來 我們要剪這個題目 應該會需要來到這個Pf 可以嗎 我們先用余旋地理 先把這個Pf Pf C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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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菜鉄道大臣 來 多少 6 來 S 解除 解除 S 之後 他要求 A 跟 B 其實真的不太好 解這種拋補裝的問題 你現在是設計的一個趨勢 通常都用定義就可以做 有雙曲線的定義 你覺得 A 跟他的定義有什麼關係 定義 什麼叫定義 定義我們知道 這個 PF 的長度 減掉 PF 的長度 交搬性的差 一定會等於一個例子 而且那個例子就是 兩倍的 A 嗎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的定義 一切都有定義下方 那這個 PF 就是這個 S 我們已經算出來的 叫做 3 減掉 PF 題目有給 12 對 等一下 我解中 對不起 6 小心才說 6 6減 12 等於 可以啦 A 所以同學 你的 A 把三個算出來的能夠 3 對不對 現在定義須想比較好 你的 A 怎麼算出來 可以 好 那請問同學 A 算出來之後 你的 B 要怎麼算 說老師 B 我也知道 其實同學你知道 在我們的雙曲線裡面 誰最大 C最大 所以我們曉得 C 的平方 一定會等於 A 的平方 加 B 的平方 對不對 那如果直接求這個 B 有困難的話 其實你可以繞一下 先把這個 C 算出來 然後再透過這個關係式 去把 B 提出來 聽到我的意思嗎 那說老師 這個 C 怎麼算 很擠兩倍 來 它就問題 兩個焦點之間的距離 這個焦距是幾倍的 C 兩倍的 C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時候馬上看出來 來 這邊是 6 根號 3 所以知道來 C 就是落號 3倍的根號 3 有沒有 那知道 C 知道 A 那你解這個 B 我想就沒有 B 聽到嗎 來 你解一下好不好 這個 C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好 那再進去 來 這邊你的 B C 檢查還是多少 3倍的 成功 所以等 B 檢查還是 3 5號 我撥離 可以嗎 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喔 如果我們開學很快就要同學 那你暑假我們復習的安排 當然有些同學很多都會去重置班 對不對 他怎麼安排我這麼清楚 但是原則上就是 七月要把第一冊復習 八月要把第二冊復習 所以你開學的時候 考學你千兩次應該 就要準備得差不多 可以嗎 我們八月會開始上復習 但是我是從第一冊來研究 你要自己研究一下 七月先讀一冊 八月要把第二冊復習 上升 我們第一次考驗考驗考驗 OK 這是我們第一題 好的 那接下來我看一下 補充的題目 補充的這個題目 來 補充的這個問題 我給他兩個贊 這個題目其實很簡單 來 下面有個補充 這一題是92年學測的一個考驗 92年學測這個考驗給他兩個贊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學測真的不會很難 他說 P為雙曲線 以上的一個點 這個雙曲線的方程式 就是我先寫給同學 9分之low down s的零方 減掉 來 我看一下 16分之y的零方 等於1 好 那先不看他講 可以先行其他的條件 來 補充你告訴我 這個9其實就是誰 你選起來 這個9其實就是零方 看出來 9就是a零方對不對 來 這個16就是誰 16就是我們的零方 所以從他給的條件 你要往上看出來 看出來 看出來 a等於多少 a應該等於3 來 就覺得b等於多少 4 那請問你 c應該說 c應該說 c平方 a零方加b平方 所以a等於3 b等於4 c就等於多少 c就等於5 好 這看得出來 馬上知道 他說 有一個p點在這個雙曲線上 而且在第一項線 我們來畫個圖 這個圖 來 我們畫一個简直 來幫助思考 雙曲線 這樣畫的 好 他的兩個焦點 來 這個1.f1 他是這個1.f2 然後他屏幕是這麼說的 在第一項線上 有一個p點 使得pf1這個交換鏡的長度 比上pf2這個交換鏡的長度 是1比多 1比3 嗯 畫了 這很準 不過沒關係 大概就好 這裡看不準 1比3 這個 好嗎 大約就好 這應該不理解 來 pf1 ok pf2 大概是這樣子 他一直 好 那這個題目到底在問什麼東西 他問你說 三角形 f1 pf2 也就是問你這個三角形的周長 是幾公分吧 好 我問你這個周長是多少 好 要解這個周長很簡單 好 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說你知道嗎 好 這一段藍色的 是他的焦距 好 焦距是誰 應該好知道 焦距是誰 10 這一段長度 是不是10 欸 啊這種紅色的 這一段比 這一段不一定比以上 所以我立這段叫做誰 p 他立這段p 叫做誰 p 那你接下來知道什麼 其實不確定 有 由雙曲線的定義啊 雙曲線的定義是什麼 來 pf2 減掉 pf1 我用大的減小 這樣就不用加絕對值 來 pf2-pf1 加絕對值之後 應該等幾位 2A 這不是他的定義嗎 對不對 那pf2是幾k 3k pf1是k嗎 所以這邊變成2k 會等於 2A是誰 6 所以我覺得你們k算出來很多嗎 3 還有 對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是3 那3k 這段長度是誰 9 對不對 所以來 你要求周長 首分 奇怪 剛剛學生總統 你不覺得就是首分嗎 3加9 合2再加10 所以這幾k 都成為了 有沒有 920學測的頭 就這樣 可以嗎 好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換到後面 你腳利 你注意一下 我們1A就算是腳 2A 2A 1A 1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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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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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烤鱼